港铁屯马线全线开通之后第二个上班日 早上的运作大致正常 其中一个较多人转车的红磡站 早上7点半繁忙时间 人流较昨天同时段多 除了有上班一族 也有不少学生选择屯马线上学 接驳灌塘线的钻石山站 也较昨天繁忙 新启用的土瓜环站和宋旺台站 人流就和昨天差不多 职员在月台指示乘客 有住在附近的学生来试乘新线 因为我想试一下 试完之后看方不方便 去那个走得比较久的地方 坐39M 估计过自己从搭巴士都是 如果继续走的路程都是差不多的 但是差不多的时间 为什么会都会搭屯马线呢 那个时间准确了 因为搭巴士曾经试过 本路塞车有交通意外 繁忙时间不想坐得那么迫 乘客亦都可以参考一个 实时估算每家车厢在客情况的系统 到较多空间的车厢上车 然一个系统亦都覆盖屯马线所有车站 屯马线航文田站附近 昨晚有架空电纜设备故障 行车时间一度受影响 通宵长收之后已经收货 无线电视记者曾经报导 继续走 继续走